要你幸福 共祝花团禁足 好 幸福 感恩 老师 然后感恩 天底的领域长 然后各位超把家人 大家午安 午安 好惊讶 领域长又交集了 因为其实我跟我小孩之间的关系 有慢慢融洽了 因为我懂得爱感恩 然后其实我真的 其实我的个性从以前就是不是很好 因为我的个性蛮强势的 然后也会咄咄逼人 所以婚姻上 通常都是 我这边插播一下 有些人一直被你骗 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不是那样啊 他可能就是很像女人啊 很柔弱 而且他眼睛又笑笑的弯弯的 对不对 所以是你骗他 不是他骗你 对不对 因为我先生常常说结婚之前 他觉得说我是很赛 就是很赛呀 很贴心 然后温柔体贴之类的 然后结婚之后呢 完全都不是他这么吓的 因为他朋友有跟他说 为什么你要那么早结婚 因为我跟我先生大概在一起 大概一年就结婚了 然后他朋友说怎么那么早 他我先生就跟我跟他的朋友说 因为我温柔体贴 对 他常常这么说 他总不能再跟他朋友说 我被骗了 其实我以前的个性是真的很常识 然后很嘟嘟逼人 然后得理不老人 都是我先生处处停 就是退落 他一直退落 然后在我学习上期生命密码之后 我开始改变了自己的个性 然后在没有学习之前 我几乎大概一个礼拜会跟他吵 也是会跟他吵到输赢 不管是我 我输了 但是我希望他跟我道歉 然后现在我不会了 因为我会觉得说很感恩 我先生在对我很体贴很包容 要不然其实我们婚姻也不是很圆满 然后因为说加上我的儿子 其实三个儿子 三个小孩个性都不一样 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我女儿比较贴心 然后男孩子比较比较贴活活 然后我长到也被小孩 那么把眼精神疲惫 然后也快忧郁症了 然后有抄马救了我 因为我觉得我先从抄马这边 慢慢的学习之后 我觉得我个性有改变了 我以前是母老虎 现在是小绵羊 真的 我觉得很感恩 就是一路走来 其实我觉得会感恩来十路 也很感恩我遇到草马 也感恩我的贵人 是看姐姐 接应我 接应我到高年金会 跟赵子姐这样子 就是对 我蛮感恩的 所以一路走来 我觉得我个性变得很好 很好 但是前阵子我发现 其实我觉得说有时候 我自认以为 我的脾气毛病都变得很好 但是有时候因为说 我先生已经有提到说 我先生会买一些东西给我 然后我就会因为说 我再说一次好了 不好意思 因为我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先生买一个饭团 就是厂厂的那个饭团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煮好饭之后 要准备一次 因为我在忙的时候 我先生添好饭了 然后我的碗里面 竟然没有饭 就只有菜 然后留一个饭团 然后我看到了 说真的 我当下我真的有点太生气了 是只有你有办法 对 对你最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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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对 其实是我的个性 因为我觉得菜要配饭 你能够饭 但我认为 我们吃晚餐一定要有饭团配菜 可是他不给我饭 就给我饭团 然后事后我也为了这个 然后整个脸 我没有跟他吵 就整个 有点不是很高兴 事后我想想我也很惭愧 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 我先生给我的是他的爱 然后我觉得蛮感恩的去 事后我又跟他抱歉 他说小孩子都想要 就只有你 然后对上礼拜六十后 那个王陆共修的导师有提到 我们习性未干 我觉得说我自认有为的 我很好 就是自我感觉良好 后来被导师提出我的习性 其实每个人都有习性 但是碰到一个问题 才会知道你的婆婆在哪里 所以其实我慢点 所以其实我会慢慢的解释自己的脾气毛病 我还没有够大家继续努力 然后感恩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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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